大家好 我是溫國志的溫老師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食材是 鹹酥蝦 主要的食材有蝦子 白蝦 胡椒鹽 辣椒 蒜末 蒜頭酥 還有蔥花 今天這個蝦子 比較特殊的是 我們把蝦子眼睛前面尖端的地方 我們把它剪掉 腳的地方我們也把它剪掉 背部的地方 我們把它剪開尾巴的尖端的地方 因為含有水分 我們大概要炸的時候會油爆 所以我們把它剪掉 油鍋的溫度差不多要在180度C以上 這個筷子下去很快速的冒大量的泡泡 這時候溫度就已經到180度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蝦先把它炸過 在油炸的過程中間它會起油爆 那油爆的時候整個鍋子的溫度 油溫就會降低 下降之後我們再把它撈起來 大概做二次油炸 那我們現在等這個油溫回升起來 再升起來到180度C 等油溫升上來之後 等聲音已經完全沒有的時候 再來下去做二次油炸 把這個蝦殼經過油溫炸之後 讓它的殼變成酥脆 大概連殼都可以直接吃 我們再來炒香這些蔥姜蒜辣 這個爆香的三寶 我們加入少許油 蒜末下去爆香 辣椒也下去爆香 還有我們這個蔥花也下來爆香 等這個香氣爆炒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蝦子下去的時候 拌炒一下就可以 經過爆香的香氣跟這個鮮味 還有油爆的這個辣味 才會呈現出來 等這個香味已經出來之後 我們蝦子就可以下鍋了 蝦子下鍋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拌炒均勻 然後我們這個胡椒鹽 可以很均勻的灑在這個 每一隻蝦子上面 然後把它拌炒均勻 好 那我們要起鍋前 再加入我們這個蒜頭酥 下去拌炒一下就可以 蒜頭酥因為它已經熟成 可以直接使用了 蒜頭酥下鍋的時候 就差不多已經要起鍋了 好 這樣就OK了 我們把這個蘇頭推好 一邊就好 一邊就好 太過分了 空氣了 那裙子 這裙子 太過分了 一個擁抱 太過分了